独立紀念柱后头高楼林立 看起来雄伟壮观 墨西哥市是全球最大的都市之一 数百年前 阿兹特克人从湖中建立起这座水上奇迹 如今却因为过度抽水 管道泄漏迅速下沉 每秒平均流失了1000公升的宝贵水源 独立紀念柱一旁的改革大道 不过十年时间下沉了三公尺 气候变迁加速又让状况更加糟糕 墨西哥市正经历数十年来最严重干旱 即使下雨往往水还没流下来 灾情基础设施破坏先一步报道 此外降雨两极温度上升 也导致水库蓄水品质明显下降 专家警告 在不拿出更好的资源管理 到了2050年 墨西哥市天然水的供应量 可能减少高达17% 大爱新闻出款编译 大爱新闻出款